中国和非洲跨越山海来相会 共谋发展 造福云生 居民生活也在发展 工业也在发展 畅通非洲特产输出通道 助力提高非洲农产品附加值 中非经贸合作之路 如何越走越宽 他们进入共同发展阶段以后 又会对我们的产品 产生更多的需求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各位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姚雪松 今天我们来关注中非经贸博览会 6月29号到7月2号 以共谋发展 共享未来为主题的 第三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在湖南长沙举办 盛夏世界中非经贸合作的热情 与长沙的气温一同高涨 本届参展商 展品 较上届分别增长了70% 165.9% 中非经贸合作互补性强 近年来在双方共同的努力之下 到底取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进展呢 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6月29号 第三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即中非经贸合作论坛在湖南长沙开幕 在主展馆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记者看到 来自非洲不同国家的参展商 带来了各式各样的非洲特产 南非的宝石 加纳的牛角酥 贝宁的棉布 刚果的辣椒酱 马达加斯加的可可豆 吸引了大批国内的采购商 你可以尝一下那个花生很甜 非常甜 跟中国的花生不一样 你尝一下 它有带样品来 怎么样 这个会有一点甜甜的味道 记者注意到 本次展会上 非洲参展商 还带来大量的红酒 咖啡豆 布衣 草边 工艺品 香水等商品 这些来自非洲的参展商 努力向采购商 介绍自己的商品 他们告诉记者 此刻的努力 会给家乡的同胞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 这是当地的牛角 当地的非洲牛角 这么大的牛角 很大的 这些产品都寄托着 当地居民希望和中国一道发展经济 合作共赢的真挚愿望 那么中非经贸合作到底进展如何 又如何进入合作共赢 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呢 位于长沙宇花区的高桥大市场 汇聚了上万种商品 从业人员超过了15万 一直是湖南的一张商业名片 如今 这里也成为了中非经贸 深度合作先行区的核心地带 本居中非经贸博览会的分会厂 就设置在这个繁华的超级市场 来到市场的这个展位 记者看到 来自非洲的牛油果 价格是十多元一个 虫野生的 虫野生的 而不是任何肥料的 自然生长 自然成熟 非洲野生的牛油果 拥有与众不同的口感 很受中国采购商和消费者的喜爱 野生牛油果在中国的畅销 也让在非洲负责采摘 销售野生牛油果的当地居民收入增加 而这些来自非洲的野生牛油果 之所以能走出非洲腹地 离不开中非加强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 促进两个大市场的贸易畅通 位于长沙的中国建筑 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这些年就在非洲 修建了13条公路 这是这个钢果部一号公路 这条公路全长是530公里 是一条是他们真正的理想之路 和民生之路 曹启斌告诉记者 这条公路建设之初 途经的原始森林和旷野里 野生的牛油果树随处合建 我记得我们起初的时候 施工的周围这些城庄 很多的城林的水果树 结了很多果子 地上烂了很多 或者跌了在地上 也没能去捡 没能去收集 问过他们老百姓 他说因为交通不便 他卖不出去 所以白白的就烂掉了 浪费掉了 通过八年建设 钢果一号公路修通后 这些无人问津烂在地上的牛油果 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市场的抢手货 我们修通了以后 老百姓把这个产品运到港口了 出口到这个亚洲国家 特别是中国 它这个价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其初十块钱 有一十二倍带可以买到 人民倍 到现在有十块钱一公斤了 出口 你这个十倍 二十倍的变化 当地的老百姓 这个收入有很大的增长 当地居民收入大幅增长后 开始不断提升生活品质 厨房电器 电视机 手机 开始陆续进入他们的生活 这其中不少家电产品 就来自中国 以前都是那种木板房 现在还是建这个水泥砖房了 沿途的 称赞的村民 已经普及了这个摩托车了 有一大部分的 都是中国的这个摩托车 拥有十多年 非洲工作经历的曹启斌发现 中国帮助非洲国家 修同一条条道路桥梁后 路桥周边就会结合 当地的资源禀赋 慢慢形成一个个 超速发展的经济圈 经济圈里 农业 工业 商业的快速发展 让居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 随之提升 来自中国的家用电器 交通工具 通讯设备 等各种商品 深受当地居民的青睐 最终形成了中国和非洲高度互动 两性互补的经济大循环 因此曹启斌把他们称之为一个个 中非路桥经济生态圈 负责科特迪瓦 桥梁工程的流量 也告诉记者 伴随着非洲经济的成长 中非路桥经济生态圈 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比如它的电脑屏幕上 就是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 正修建的跨海大桥 这座桥的修建 一方面要改善当地交通拥堵的现象 更重要的则是保障附近一个工业 开发区的正常运行 赌的话就会造成很多经商者 或者是想到这个国家 曾是某些贸易家的人 他就因为这个赌 而打一个推团股 那我不去科特迪瓦 不去阿比让 为了改善营商环境 增强国家发展竞争力 科特迪瓦决定修建这座大桥 加速进入工业化的发展进程 他们这个开发区 设的国家的正式程度是很高的 一个是解决他们的就业 第二个对于他们国家 相关的一些财政收入 所以这都有很多的一些帮助 在非洲 中非路桥经济生态圈 正在创造出一个个 经济发展的奇迹 现在我们看到的 就是阿尔及利亚南北高速公路 位于阿特拉斯山的一段 但当时的道路只有7米宽 进出不便 中国向来以基建狂魔著称 来自中国的建设者 把这条道路修成了 双向6车道 25米宽的高速公路后 当地经济发生了巨大改变 新建的食品加工厂 畜牧产品加工厂 陆续出现在公路附近 这个路变了以后 它这个出口 欧洲 这边是法国 包括西班牙 葡萄牙 什么的 意大利 它这个需要往这些地方去了 交通这个一变了以后 它加个成本的房子 当地居民收入大幅增加后 陆续开始新建住房 购买各种家用电器 手机 车辆 你像我们中国的一些电器 冰箱 洗衣机 天调 那边都销售得比较好 因为现在中国的产品 因为从品质上来说 从资料上来说 不比欧洲的差了 再还有一个我们的价格 比欧洲的要便宜一些 性价比比较高 在展会现场 不少非洲参展商告诉记者 要想赴 先修路 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经验之一 如今 这一经验 正被中国企业复制到非洲国家 随着大批沉税的资源被盘活 经济加速发展的趋势 越来越明显 非洲是中国第二大承包工程市场 2022年 中国在非工程承包新签合同额 超过732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378.4亿美元 承包的工程 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建设 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 展会现场 不少非洲采购商 对中国的工程机械 农业机械也非常亲爱 非洲大地上面 无论是工程场地和田野间 都是一道非常靓丽的风景线 在非洲 鉴子铺开的基础设施建设 需要大量工程机械 而非洲的农业 也会从以人力为主的生产方式 逐渐过渡到机械为主的发展阶段 中国的装备制造企业 正在不断开发更优性价比的产品 出口到非洲市场 像我们国家其实前走过的路一样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 它对这个行业对工程机械的需求 也会越来越高 增速也会越来越快 所以一台设备 帮我们的客户结成20%到30% 整个累积起来 到社会整体的容量来看 将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它们进入更高发展阶段以后 又会对我们的产品产生更多的需求 这是一个正向循环 正向反馈的过程 湖南道中跨越万里 共收获 助力非洲千家万户 端稳饭碗 我们的水稻在当地种植 可以达到平均产量7吨以上 多个工业园区相继竣工和投入使用 中非合作如何为非洲 带来工业化发展机遇 各种产业都有 这里面的话 其中有60万平方的工业厂房 可以解决10到5万就业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在中非经贸博览会上 记者看到 来自非洲的大豆 花生 芝麻 被摆上了展台 参展商告诉记者 不少非洲国家经济相对落后 经济发展只能从农业开始 因此不少中国企业 正在帮助非洲国家 提升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水平 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 比如 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 拥有广袤的适合种植水稻的土地 但水稻产量很低 每年要花费大量外汇购买大米 马达加斯加60万平方公里 大概有一半的土地 适合于种粮食 可开垢的面积达到3000万公群 也就是4.5亿亩 原定安告诉记者 马达加斯加的经济振兴 最快最有效的方式 就是快速提升水稻种植的水平 初步实现粮食自给 进一步实现粮食出口 为了帮助当地实现粮食自给自足 这家工业高科技企业 尝试用杂交道提升当地水稻产量 这项工作已经开展了15年 他们当地的水稻的产量 大概每公群只有2.7吨左右 不到3吨 然后我们的水稻在当地种植 可以达到平均产量7吨以上 所以我们可以跟它翻两番 在帮助马达加斯加 实现杂交道大幅增产的同时 一个中非杂交水稻经济生态圈 也雏形出现 原定安的企业就和马达加斯加 达成协议 争取获得银行贷款 在当地建设占地4000公顷 年产1万吨杂交水稻种子的育种基地 就是在当地本土化 生产1万吨杂交水稻种子 就可以辐射它们 超过30万公顷以上的水稻面积 它每公顷至少可以增长2.5吨以上 只要把这个项目已落实下来 在3到5年的时间 就可以增长到70万吨以上 的稻谷它们就可以粮食自己了 原定安告诉记者 这个项目启动后 后机可以逐渐覆盖 马达加斯加 现有的160万公顷粮田 以及未来的3000公顷可开垦面积 中非杂交水稻经济生态圈 会助力马达加斯加 农业腾飞 从而步入经济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进入一个正循环 正循环 它有钱了 出口了 它有钱了 它又可以投入到其他的基础设施 本次中非经贸博览会上 来自非洲的参展商品 几乎都是和农业 手工业相关的商品 在展会现场 这位珠宝商告诉记者 它们企业每年在非洲采购的珠宝 超过2000万美元 他们收到这笔钱以后 就会去运作公司 然后用于矿产的开采 然后给人员工资的发放 还有对国家的税收 记者注意到 本次中非博览会展会现场的吉祥物 以及主展板都是鲜花搭成的 在太阳的曝晒下 散发着奇特的优香 我们这个背景板用的花 基本是来自我们肯尼亚的鲜花 都是来自肯尼亚的 对对 是非洲用过来的 对 为了让中国消费者充分了解 非洲的鲜花 黄子楠在展会开始前 连续奋战三天三夜 布置各种鲜花场景 累得嗓子都嘶哑了 他告诉记者 肯尼亚的鲜花有着独特的品质 以往主要出口欧美 他把肯尼亚鲜花进口到国内 成本比同类鲜花要贵三倍左右 但肯尼亚的鲜花个头大 花香更浓郁 并且存放时间 比国内的要长出一到两倍 通过这两年的市场推广 目前北京 上海等高端市场 对肯尼亚鲜花的需求越来越大 这样一宿来自非洲的这个花 零售价格大概是多少市场上 我们这一只叫做六出 就是所谓的水仙百合 它现在的市场零售价 大概是24块钱左右 但是这一只花 基本上可以放到一个月时间 20天到25天左右 都不枯萎 都不枯萎 黄紫南告诉记者 他每年要向肯尼亚 采购120万只鲜花 采购额超过1500万元 根据目前市场预判 未来两年 肯尼亚鲜花的进口规模 还会扩大一倍 这也会为非洲花农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们湖南也是中非一个先行区 中非贸易先行区 中非经贸部来会 常年落户在城上 然后我们也希望湖南 从湖南作为一个点 去专注一座肯尼亚的鲜花 把它复射到 对 复射到全国 中非经济大循环 是建立在双方受益 获取所需 共同发展基础上的大循环 在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为了促进中非贸易的加速发展 湖南省抓住中非经贸部来会 永久落湖长沙的契机 组建了14个州市代表团 前往非洲调研 探讨各种合作发展机遇 目前 湖南省 已经在非洲的埃塞俄比亚 建立了湖南工业园 和科特迪瓦 合作农产品加工项目 并在非洲急需的基础设施 能源电力 医疗器械 等领域加速合作 在展会现场 记者就看到 这个总投资20亿美元 位于埃塞俄比亚的新工业城 正在火热招商 目前工业园区我们入住企业有30多家 有服装 鞋子 口罩 饮料 各种产业都有 这里面的话 其中有60万平方的工业厂房 可以解决4到5万就业 张华荣告诉记者 在中非大合作中 中国企业参与投资的各种工业园区 出现在非洲各国 成为拉动非洲经济快速发展的 一股强劲动力 而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充足的电力 为此 中国企业也在不断帮助非洲 建立和持续发展的电力体系 在长沙 记者在这家生产电表 水表为主的企业看到 一台台供应到非洲的电表 水表 在不断下线 在很多人看来 这些销售到非洲的电表 水表 平平无奇 但这位负责人却告诉记者 正是这些水表和电表 构建起了中非电力水网发展生态圈的基础 不断推进非洲供电供水系统的发展进程 因为过去它的电气化率不高 电气设施的供电体系不完善 再加上存在一个人为的切电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就导致 它的电力系统从发电到输电 到最后的末端整个体系的投资 回收这个体系上是比较存在大的缺陷 张振华告诉记者 以往很多非洲国家 由于电表普及率不够 切电的情况时有发生 导致部分电力公司长年亏损 负债运行的电力公司往往难以为继 没有赋予的资金投入电厂 电网的建设 而电力不足又成了工业发展的 抢脖子难题 为了破解电力发展的恶性循环 这家企业和非洲国家合作 推广电表入户 解决电费伎俩难题 很多切片就是把它从外部短路 就是不经过表走 我还能供电 所以它做成透明的原因 是我能看到你是不是 就篡改了这个接线 电表的普及 以及智能监控系统的建设 把以往混乱的人为管理 变为科学精准的缴费 一个个综合效率 大幅提升的案例开始涌现 我曾经在有一个农业国家 做过一个项目 就是过去它叫独内灌溉 就大概用了一年以后 它的本地的财政收入 增加了30% 它的农民灌溉的成本 还下降了20% 然后它每一个母田的单产量 还上升了15% 原来这个地区所有本地的粮食 就靠种植的粮食 不能自给自足 上了这个系统以后 它不但不需要进口粮食 还可以出口 张振华告诉记者 眼下非洲一些国家的电力系统 逐渐进入能够盈利的正循环 随着电力的逐渐充足 也为当地工业崛起 打下了基础 居民生活也在发展 工业也在发展 它对电的需求 是不断在增长的 如果说它有了足够的资金 它就可以保障 来支持你的这个快速增长 对 建更多的电厂 江振华告诉记者 在非洲国家 水表的市场增长率 要高于电表 达到26%左右 随着智能水表 和智能监控系统的建立 非洲国家的水网建设 也逐渐进入 开始盈利的正循环 对整个国家 做水货公司投资来讲 它有了及时的财务的回流 就保证了它能够投更多的钱 去建水厂 甚至再提升水的质量 包括它在维护方面 它有钱去及时去做这个维护 最终大家都是双方都是受益的 随着中非电力水网 发展生态圈的发展进程 中国这家企业 开始在非洲设厂 劲请当地员工 在当地缴纳税收 帮助当地降低智能电网 智能水网建设成本 简单计算 我们应该是说 至少是有三一户到五一户 这么一个量 那么每一户平均来看 一套智慧的水电器的综合装置 那应该是三万亿美元的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蛋糕 我认为未来十年吧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 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正如一扇窗口 向外界展示出 中非经贸合作的蓬勃生计 会期内 一批新的合作项目 协议和成果集中发布 展示中非合作的新成就 本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签约项目累计120个 金额103亿美元 展管现场累计一项成交额4亿美元 此外 中非贸易指数 中非经贸关系报告 等34项成果集中发布 随着中非经贸合作机制日益完善 双方在产业链 供应链 价值链等方面的合作越发紧密 发展潜力将加速释放 中国龙与非洲师携手共舞 中非合作共赢 无疑将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十年来中非贸易总额累计超2万亿美元 中国始终保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 中国企业在非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 超7000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超4000亿美元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流量累计超300亿美元 已成为非洲第四大投资来源国 中国和非洲互为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看到以中非经贸博览会为纽带 对非贸易新模式 新形态 新探索层出不穷 中非经贸博览会作为中非合作论坛 框架下最大的经贸合作平台 已成为推动中非经贸举措落实的新平台 和扩大中国对非经贸合作的新窗口 我们相信它将为中非合作 带来源源不断的新机遇 让中非人民能够跨越山海 万里奔赴 同享合作发展的红利 好 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